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的《尋找BNO早家移民的故事》的节目系列 今集有个许禅 另外就是我们新西兰伊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近这一两天我都有留意一下这个罗冠聪 是 他做什么 国际线的表表者 对于英国外相其占名 外访去了北京方面 对国家方面的领导人聊聊天 互相伸出友谊之手 如是者整个行程其实就快上快落 也很快就说自己已经返回去了 结束了整个访华的行程 有什么要说呢 我们昨天有一节就放在《正向报》 也看到奇占名出发前 其实主要来说 都说了大致上 他和国家方面 会如何去谈一些 黄友很关心的问题 即是我都说了 主持记者 都以一个很黄的角度 是极黄的那种 即是他们这些英港人都很关心 什么世界香港人 遲些有什么世界香港人论坛 都是很关注的问题 甚至乎 即是奇占名都会将这些 一一带到英国 究竟对着国家方面 真是这样说出来了 那又有什么反应 有什么回应呢 是 有什么回应 真的叫做一下就准备了 你们这帮人 那又过瘾了 我们先说一些 黄友最关心的那些 好吗 好 见到奇占名 在机场 做了一些自拍旅行Vlog 做了一个 类似的 挺有趣 我来吧 是 Hello 我是James 就说了 这个似乎是录给黄友的 大致上的意思是这样 是 向中方提出了好几方面的东西 也很有挑战性的 包括了新疆问题 香港问题 甚至乎黎宋恩的父亲 黎智英 狂了 我的朋友都包括在内的 就是英国的国会议员被制裁的问题 被制裁 他的朋友都很关注这些事情 他正在制裁我们的人 你竟然去中国 这样做这个外访 你有没有搞错 应该不要再 你有没有人声 你没有记得我们的手足 也没有接触 即是英国方面的国会手足 意思是 有没有搞错 你怎样可以去的 好 那我们看到 旗占明 除了说这些之外 他也提到 双方也要讨论 有什么可以叫做合作 例如环保 甚至乎防止核矿山 还有要怎样共同去应对 人工智能 或者其他科技上的机遇和挑战 说明叫机遇的问题 就是大家 看看有没有什么合作 是吧 我们有时候和一些人 想和他有些合作 大家一起赚钱 喂 我们一起出来 有什么可以 混合 做John Fancher 等等 这样才是 是吧 那我们提到 旗占明 也有和国家副主席 韩正 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 王毅 也有回面 旗卤 你提过黎智英 新疆旧疆 香港 等等 之后 那就过瘾了 我们看到 那究竟 国家方面如何回应 旗占明 就没什么说 其实他出发之前 刚才我提过的 BBC对谈的访问里面 他也说了 我基本上来说 都会提 提完 就是希望 告诉中国方面 我们英国 是很关注 新疆 西藏 香港 你知道的 我知道 你很关注 拜拜 就是没有了 是这样的 没有 没有 就是 我们也说过 等于超级间谍座 我看着你 我坐在这 其实是摺座 我问你怕吗 就是这样 其实有没有怕你 完全没有怕你 好 我们看到 国家方面如何回应 回应 很好 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 他在刚刚 30号的时候 其实主持了一个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 都说到了 其实很客气地说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和全球主要的经济体 中英是承担着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是有共同责任的 就是大家没有把你抬高自己 也没有把自己降低 所以要维护大家一个发展良好的双边关系 这样才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这里说得很好 大家是平等的 很合理 接着去到喜悦 这些罗冠聪 听听一下 记得 说到 双方就着中英关系 或者一些共同关心的国际 甚至乎地区的问题 都有去沟通一下 也是一句 先礼后兵 先小人后君子 希望英方和中方都一起秉持互相尊重的精神 要尊重的 一定要尊重的 其实说到这个位置 也是客气很尊重的 不要说贬低或者抬高 都是大家以一个平等的 尤其是用词方面是很忠诚的 很小心 对于推进 推动中英关系的稳定发展来说 例如这些东西涉及到香港 新疆这些问题 很简单一句 迅速中国内政 别国无权干涉 结束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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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立场是 那我们看到一个点了 这些国际线 我们看到画面的罗冠聪 他都很惊讶 还有另外一个 香港议会的袁弓夷 真是激怒他 激怒他 他都会出烟 那些 我们看到了 整件事 刚才我说了程序是怎样的 英国方面 汽詹明 去到这么高的级别 他都说 我只会向中方提出 希望他知道我们关注 没有了 就是 会不会像你们说 有什么天下遗中 有什么世界倒链 一起包围中国 还是什么 天下制裁 那时候 罗冠宗很喜欢 写这些字眼出来 这些字眼是 以前 台湾太阳花的时候 就这么说 也是抄人家 这些字眼 你想想 有没有可能 如果你说 要天下遗中 即使 你口中的民主大国 这些是五眼 其他人 一起 叫做 遗中 对 例如 什么国际战线 可能 加拿大 有什么政策 对于 中国方面的 科技 什么限制 或者什么 或者什么 好像华为 以前的东西 很多不同的东西 你们就说 这些就是国际战线 天下遗中 其实 别人未必 有这样的意思 你就将它上线 上线 牵扯到 你们自己的国际线 好了 即使我们再记住 他们这些国际线 最重要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那个 窗椅 叫 他们做不到这些东西 就要去 他们吹出来 这些东西 提倡一些东西 给一些事件 证实到 给他们 例如英国也好 美国也好 加拿大也好 澳洲也好 这些国际线 告诉你们 香港正在面对这些问题 新疆也有新疆 你们新疆自己搞 香港又是什么 没有自由 打压 极权 极权 这些东西 我会跟你说 不断跟你说 你说这些东西 那你想我怎么做 很简单 我想你制裁 制裁 所以为什么会有 国安法里面 他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甚至是勾结外国势力 来对国家 对特区政府 不利等等 他们勾结来做这些东西 原来你们这些人 最弱智是什么呢 你们勾结 甚至煽动 或者搞这些东西 原来到最后 和放屁没有什么分别 没有 一样 说什么 一句别国无权干涉 那就拜拜 你记住 就没有了 那已经是英国的外交发展大臣旗插名 说盡了 很正常 中国可不可以干涉英国内政 当然不行 同样道理 英国不可以干涉中国内政很正常 这些是常识 但我不明白 为什么经常都要提完 提完又提 有些人就是没什么常识 所以你们再下去 是失败了 你是不能去说这件事 没有的 之后又会无限连续 又说我们要联署 告诉英国政府 有这个诉求 我们要制裁哪些官员 而且还好笑 最新说 我们更新了一份 最新的制裁名单 麻烦你给我制裁 之前也不制裁 是什么地 就是赤字地 我们是弱智 低能程度就是这样 即使刚才提到一个点 好了 我就算当你们国际线 推动到外交发展大臣旗插名 向中方说了新疆、香港 记住 人家的取态 都是只会跟你说 告诉中方 没有提过你们 我们是关注这件事 有什么实际行动 例如你们 如果你们有什么时候 给你们一个时间 不答应我们 对于这方面的诉求 我们就有什么制裁行动 或者有什么行动 我们一定要支持这件事 没有 只不过是提醒你一句 我很关注这件事 等于这样 我跟你说 你爸爸近来如何 我很关心他情况 他近来好 或者可能你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的小孩没有来这里 一起来吃饭 他们好吗 没有的 完的 是这样的 他没有来 你等我一会 我立刻买两份礼物 买一副LEGO 你儿子是不是喜欢 保时捷LEGO跑车 让我买给他 不行 买不切 我封住 一人一个 每人一封礼士 每人封一千元礼士 我纯粹只是关注 我只是问 其实是否跟你两个小孩很熟 可能未必很熟 或者还未见过 这些东西 说了 我关注了 关注他 大家都懂 要好尽的 等于英文的写信 你都是 You're sincerely 你等于这样写 那就真的 你只是礼貌 你只是说一句 是啊 神经病 是这么夸张的 代表什么呢 你们这帮国际线 是无料到的 就是这么简单的 是 可以怎么办呢 其实国际线 你无权 你本身这帮人 其实 他们只有一把嘴 是吧 不单是你们这帮人 即是你们是无权 亦是无力 你们要去勾结外国势力 来等自己有力 谁知道这些外国势力 不理你 即是 就算帮你说声关注 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 一句就完蛋了 完蛋了 完蛋了 其实在齐詹明的角度来说 他也没有样子 事实上是 我告诉你 他已经说了 对于齐詹明来说 已经做尽了 已经做尽了 对于齐詹明来说 已经说了 你想怎样 作为一个外交部长 你想他可以做什么 真的好笑 他们会觉得 是要应认他们的要求 那些倡议 那些倡议 你的倡议 磨尖 做得到才行 磨尖了这么久 磨尖到现在 终于 等外交发展大臣 齐詹明去到英国的时候 应该 要帮你们亮剑 没有啊 没有这回事 要亮什么 有什么剑 他也没有拿大剑 其实 厕所也会亮剑 是 可以 和王毅一起亮剑 也没所谓 大家小便相逢 OK 这些 没什么的 其实整台戏就远了 说得很行 新疆 香港 西藏 我们非常关注 这些人权问题 对对对 希望你们就注意一下 好的好的 就是等于这样 你一进餐厅的试制过来 哇 喂 这些桌布 有一条条的痕 有一条痕 有一条痕 就是摺的痕 我不知道台上有没有 在餐厅上 哦 那些痕 那些桌布 就不可以摺痕 不像酒楼那些 摺痕 为什么有痕 对不起 陈老板 下次我们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 行行行行行行行 陈老板说到这样 知道吗 懂得做 懂得做 好 我们会关注这件事 说了就算了 下次你来才算 你来到之前 就能处理你那张订桌 就可以了 你下张桌 关你鬼事吗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不用了 不用了 所以 今次的回应 其实就是一台戏 其实中国外交部都明白 你这样说 我这样陪你 算了 你真是无权干涉 对不对 怎样 你提完肥佬礼 我听完你这样说 你很关注肥佬礼 你很关注吗 稍后打飞机来 是呀 探监吧 来吧 你很关注探监吧 入了你的名字 如果他要探肥佬礼 都会更麻烦 他要批了旗诈名 可以见 入了名单 就可以见 如果到时旗诈名 不可以突然说 我今天很想见肥佬礼 不知打风 他会不会淋湿身 还是怎样 会不会在里面困难 想去探监 不可以的 不可以 你又不可以说 我写信要找黎智英 可能家务里面 有很多个都叫黎智英 你要知道他的号码才可以 你要知道他的号码 然后申请是这个号码的 探监的人 等黎智英回覆你 批不批 批的 你就去 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 我们由外交部 说到监狱的黎智英 再下去 多一点点 就是 袁弓仪 为什么会这么拼头 即时 喂 现在 旗诈名 出声 国家方面 都告诉你 别国无权干涉 就算 你之后 你这些 香港议会的议员 就再去跟这些旗诈名 给你 可以见到旗诈名 可以见到旗诈名 这些 Bob Chen 可以见到 未来议员 可以见到旗诈名 他去跟他说 这个问题 要跟中国方面反映一下 好不好 好了 他说完之后 接着 我们很关注Bob Chen 当时 被曼城的中国领事卷 卷了他的事件 记住 只是关注 接着 中国方面 又派到时候是否汪文斌 又出来说 别国无权干涉 拜拜 完 就完的了 没有了 可以怎样 你怎样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做不到 那就回去睡觉吧 香港议会 垃圾 神经病 影响力 不知所谓 以后旗诈名也影响不了 你影响什么 不行 说笑吧 影响 这么弱智的逻辑 你这班人都没有这个思考 很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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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可憐的是信他们的人 信他们才是最愚蠢的 即是打风这些就不要出去 吹到你都不知道去哪里 你都不得清醒 我不清醒 我出去吹一下才不要 好了 我们今节不如暂时来先 好吗 多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